各位網友 大家好 晚安 晚上好 大家看到我好像生龍活虎 實在說我已經48個小時 未睡過覺 為什麼這麼久都未睡覺呢 第一 很多會要開 這是第一樣 另外呢 就是 我又在做另一本書 昨晚一個晚上呢 就 寫了三萬三千 看看我寫了多少個字 看看 昨晚 看看我做了多少個字 先 昨晚呢 由12點半 坐到今早 就 打了三萬三千一百九十七個字 那 這些呢 都是 不是普通的散文 都是一些 一些文章 都是一些 某一方面的 專業的一些文章 所以就 有一些一寫了 就 收不到手 一直在整整整整整整整 那實際上這個文章呢 我就搞了幾年了 那 就未得起心肝呢 去把它整理好 那 那 昨晚呢 就把 那 第一章呢 就 三萬三千幾字 那 那 在這裡呢 今晚呢 跟大家分享幾個故事 那 原因就是因為呢 我答應了大家呢 星期三呢 就更新這個 這個 這個 中國文化趣談的嘛 那 就因為呢 就 太多事情做了 那就 錄不切 這個中國文化趣談 因為呢 他要準備的資料其實都幾多的 那 那 那 所以呢 就 今天就開個直播 講一下故事給大家聽呢 那 就跟大家賠聚 是吧 那 就 這個是 這個是 我的 道歉方式 是不是 那 就 那 還有呢 就是 我會明天上回的了 那段影片 明天呢 大概就晚上 就會上回的了 OK 那今晚呢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兩個故事 那 第一個故事呢 就跟大家分享回 酒店那件事 如果害怕的朋友呢 請你呢 現在就不要聽了 留下明天才聽吧 對不對 因為我怕你害怕的 那 有些人呢 說鬼字都很害怕的嘛 鬼 這樣就很害怕 那 那 那是甚麼事來的呢 那就是 話說呢 去到那個國家呢 那 就 去 做事 那 別人邀請我去做事 那 然後他就安排了一間很好的酒店 那這間酒店呢 還要是 新開的 只有兩年 那就是 一間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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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豪華的 一間酒店 那 而那個酒店的 衛宇那個區呢 是 富人區 新發展區 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區 來的 很好的食物都在那邊 那 好了 那 就 第一個 好像是 先想想想 第一晚 第一晚 的晚上 呢 就 發生了事了 發生了些甚麼事呢 就是 我把徐溫尺 一般沒有拿出來 就放在一個 銀包裡面 那 我就沒有拿出來 銀包就放了一個 隔晚裡面 那 因為我 那麼久以來 去住酒店 都不會遇到任何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除了上次 我不是說 有人敲門的 在台灣那次 那我也是當了 隔離 那些 樓上樓下敲門 因為太薄 所以那些都不算 因為太細矮 那些東西 敲門而已 對不對 那可能真的樓上樓下 那 就太細矮了 那 但是 今次這一宗 在我的角度 是挺厲害的 那還要不僅是 背後竟然是有故事的 那 就不是純粹 只有一個嚇倒 那樣 那當然也不怕 因為 各位香港人都知道的 眼睡是戰勝一切的 OK 你眼睡是可以戰勝什麼 妖魔鬼怪的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哈哈 所以 所以 大家 沒有那些很恐怖的事情 只不過是聽到聲音 然後 吵鬼 生了 睡在床上 關燈 然後 就 很吵 很大聲 跌了 那些東西 因為太硬了 當然不會起床看 跌什麼都好 明天起床才倒閉 那就不理 因為很明顯的聲音是從床尾傳下來的 就很吵很大聲的 而是 一定是跌了東西的 很明顯的 然後床尾也有一些其他東西放在那裡 買了些東西 就開始有人在那裡找些東西 就這樣找 感覺上就好像 如果你家裡有養貓 就是貓在那裡找那些東西 搞些膠袋聲 搞了很久 搞了很久之後 我也不理 因為我只是風吹而已 冷氣的風口 吹著 心裡面 因為我自己 我不會第一次想 那些鬼鬼怪怪的事情 然後 就睡了 竟然在一晚裡面 應該醒了超過十次 醒了十次 那為什麼會醒了十次呢 就不是有人搞我 不是有人走來拍我 鬼窄 不是 是感覺到 床邊有人看著我 好多人 看著我 大家都知道 如果睡在旁邊的人 突然看著你 你自己都彈起來 或者你媽媽進你房間 看著你 不出聲 即使你在做夢 你都感覺到不舒服 不自在 你都會醒一醒 看一看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被人看著 很多人看著 我當然很生氣 我想訓練 不讓我睡 天王老子 都不放過你 我感覺到 他想我張開眼睛 看他 嚇我 我就偏不張開眼睛 我心想 吹咩 你叫我張開眼睛 我就不張開眼睛 吹咩 激死你 我就是抱著這個心態 你要我張開眼睛 搞醒 我就是不張開眼睛 死都不肯張開眼睛 哈哈哈哈 這樣 大家鬥爭了一晚 哈哈 他要我張開眼睛 我不張開眼睛 死咩 吹咩 我又睡 他又睡醒 他又忘醒我 他沒有碰到我 他就忘 用眼神來 想來征服我 我就是不張開眼睛 然後 好 就如是者 搞搞搞搞搞 搞了一整天 然後 搞了一整天 然後 第二天早上起床 哇 辛苦得 好像被人打了一身 因為 不能睡 你知道 火都離開了 唉 又要我去做事 很辛苦 那 好了 然後 去到泰國 當然是去按摩一下 按一下腳 然後 跟我按腳 那天 我說了一句廣東話 突然 那個泰國 跟我按腳 那個阿姐 咦 她懂得說廣東話 大家 當然是用廣東話 英文 溝通 因為她又不是說 完全很流利 那 她有些事想表達 就說 大家說說說說 都可以的 十句裡面 有七句都是廣東話 那我就跟她說 分享這個鬼故事 那 我跟她分享 我跟她說 多壞啊 搞到我睡不到 他們又埋不到我床的範圍 即是她就遠距離 用眼神上來 征服我 然後 那個阿姐 就跟隔壁的幾個忌師 即是那些泰國人 嘟嘟嘟嘟嘟 這樣 在那邊說 然後 他們就 他們就 說說說說說 這樣說了很久 說了很久 之後 那個男人 其中有一個男人 當然沒有啦 你眼睛睡 睬他們都有味 是吧 異念念經 我睬他們都傻 真是 然後 因為你又要念經 又要趕走他們 你說 是不是那個腦多累 當然回去佛教 那 然後 那個 阿姐 那個男生 他呢 很凝重 好像是那個地方 那個老闆 他說呢 你今晚如果再遇到 你記住 念 佛陀佛陀 即是佛陀佛陀 我忘記了他那句話 怎麼說 佛陀佛陀 總之是佛陀佛陀 那什麼意思呢 你不用怕的 你今晚遇到 你就念佛陀佛陀佛陀 好凝重 好凝重 我奇怪 那 我 我問那個阿姐 喂 究竟是怎樣 那 他當然是問我住哪裏 哪間酒店 那 他就 很凝重 阿姐就很凝重 他就說 你那裏 2009年 啊 2009年 他就說 2009年 即是八年前 我問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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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那裏 那裏 幾個年份 都不太清楚 那裏 總之 那裏死了很多人 都不是很久 這幾年 我問什麼事 他说黄三军和红三军在那里斗争,死了很多人 他一说,我仿然大悟,我仿然大悟 我说奇怪,我去到哪里都不会遇到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无端端,还要死前难打,不肯走,要瞥我呢? 就是因为那一晚我穿着一件全身红色的睡衣睡觉 全身都是红色,由头红到脚上 褲又是红色,T恤又是红色,总之全身都是一件由头红到尾的 红色睡觉,想着精神,当然要精神,像辣椒般精神 谁知道原来那些灵界就当了我是他的敌对 那就是什么?哪一班当了我敌对? 黄三军就当了我是红三军,就弄固我 但是当然弄不了我,所以他只能够用仇恨的眼光来背着我 背着我一晚,应该他都累了 然后我就回到酒店,我就要测试一下是否真的呢? 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櫃桌那里,跟那个姐姐说 我说这间房有鬼啊,那当然半咸淡英文 那那个女孩,她没有问,她一听到有鬼,她就立即打电话 立即打电话给她那个上级,就说了一堆东西,我不会听 然后她就立即换房给我,很快啊,立即换房 那真的证明什么呢? 证明好像我这些穿错衣服,而那些人是很多的 穿着那些红魔就已经中了一招了 看球的时候穿着红魔就已经中了一招了 然后呢,那个晚上我就念经了 那个晚上就念经了 为什么念经呢? 念经的原因是,我猜不到他们是这么惨的 惨是什么呢?惨就是原来他们在仇恨 那种斗争的状态死了之后 他们这个仇恨竟然是一直带到他们成为灵界 见到红色衫,见到红色褲的人 他就还停留在那种斗争,战争,不安的心里面 我觉得很惨 这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争 这个是一个人心的战争 这个是我们老百姓受苦 其实得益的永远都是上面那帮 舔完贪污完就走 去到最惨的就是他们的支持者 那些老百姓 最惨是他们 他们我不知道有没有高僧超渡 还是怎么样 我都没有能力去超渡 因为第一,我只是在这里祈祷 我祈祷地藏菩萨 可以慈悲接印他们 我祈祷地藏菩萨 可以等他们有一个恩怨 可以见到光明 可以化解他们心里面那种仇恨和包袱 很可怕 意识形态的战争是很可怕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很可怕 你看看我们现在西方的战争 全部都是意识形态的战争 都是宗教的战争 都是一些宗教的战争 意识形态的战争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全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战争 在这件事里面 它敲响了一个钟 它令我深深地知道 原来意识形态 它是影响到我们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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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些人就是受害者 它连死了之后 它都要被那种意识形态束缚住 去奴役、去驱使 不能够去安息 我穿红衣服 如果别人穿黄衣服呢? 如果有一家大小去 父亲穿红衣服 母亲穿黄衣服 那怎样? 群魔乱舞 整间房子不用睡了 所以很惨 大家一定要放下意识形态 现在的香港、现在的亚洲 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就是文革的重现 就是这种意识形态 大家看看 讨论一些所谓的偽命题 什么校长大学说得不说得 这些全部都是意识形态 大家要逻辑、理性、冷静地去思维 很重要 这是一个真真实实 我在前几天所经历的一件事 当然是后来把徐温尺放出来 一放出来 一觉很佛的 就放在床头上 一放了把徐温尺出来 什么事?风平浪静 这个又是不可思议 第二个故事 又是鬼故事 不要说是鬼故事 一些来寶芯 买东西的朋友 他的体验 他的经历 他跟我分享 这是一个女士 他知道了保鑫有农票之后 他当然来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 其实很少 那些人很感恩 又有人去证实、证明 这个农票是真的 不是我老作出来的 所以我很感恩 当然 我在这个传统农票的基础上 我再往前推 復兴了古文化 这个古文化就是唐宋的文化 这个农票的文化 是明清的文化 再往前推就是唐宋的文化 我在这个明清文化的基础上 再往前推 他发扬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唐宋的文化 就是我们保鑫有的农票 和现在 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出来的图片 那个老人家 他们所传承的农票不同 所以我都很感恩 我猜不到 如果我早点看到 这个帖子 我马上飞去新加坡 不用我做得那么辛苦 大家明白 去搜集资料 去找证据去做 很感恩礼失求之于 真的 很感恩这些 早期的华人飘洋过海 但是还可以保存 保留到 我们最珍贵的 画下的文化 很感恩 而我们在 保存 全盛里面 我们就要想出路 要为传统想出路 要推陈出身 要继承 要发扬 这个 就是真正的复兴 而不是纯粹 照抄旧的古人那一套 就叫做复兴 我们今天 要再复兴更 灿烂的文明 就是唐宋的文明 所以我在明清 这个基础上 这个 新加坡 这个就是明清的 龙票 甚至是清的 这个基础上 我再往前推 復兴的就是唐宋的文化 这个就是 有机缘的话 跟大家可以开一个专辑 说 所以为何上一集的 《中国文化趣谈》 我们会说到 紫币的由来 就是说四川的胶子 大家有没有印象 如果你未看 你赶快看 说钱是怎样来的 是吧 原来紫币是由我们中国发明的 另外一个 第二个故事 就是这个女孩 跑来补充 买了龙票之后 快回家 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好了 她做完之后 来跟我分享 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 她很疼她爸爸 她也不知道 她爸爸去哪里 当然做女儿 当然希望爸爸去一个好的地方 她按照传统的习俗 当然是烧衣纸 烧衣包 烧很多东西给她爸爸 希望她爸爸 去到另一个世界都好 做女儿 做子女 就是抱着孝顺的心 觉得哪样好 就给哪样爸爸 她就是这样 这个女孩 好了 她之前烧了很多东西给她爸爸 不知道收不收得到 她就是信我 信我之后 她就来买了十张龙票 买了十张龙票 她就烧了 这十张龙票 她加上衣包 她自己去收拾 这些当然不关我事 这些她烧什么 就是她自己的衣纸袍的东西 那一晚 她就发梦 那一晚她就发梦 她梦到她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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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竟然跟她说 她说 女儿 她说 你以前烧给我的东西 我只是看着看子 我全部拿不到 我看到 你全部都烧给东西 我全部看到 我拿上手 就变成灰 这位女孩说的 这个梦 是她告诉我 她说 我拿上手 全部变成灰 她说 今次你烧给我的东西 她说 我全部拿到上手 可以用 你看看我这件衣服 那个女孩很兴奋 这样表演给我们 她在梦里 她爸爸这样跟她说 那我就很感恩 我听到这件事之后 我觉得很感恩 很感恩就是说 有见证的 有灵验的 所有事情就是说 我们这个路走对了 我们这个方向正确 我们是真的走在 復兴 恢复 传统文化 传统民间习俗 自救 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香港人就是说自救 那我们要不要自救 要自救 文化更加要自救 为什么 我要推广 这个 这一个民间习俗 我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之前 就是说 在以前要找到一个大师 一个名师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的 中国的老人家 一些高人 她就发明了不同的衣旨 不同的东西 去令到一些农村 偏僻 找不到所谓高人的人 她都可以通过这些衣旨 通过这些民间的文化 习俗 去帮助自己 去化解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是他们的初衷 同样道理 我的初衷也是一样 我去走这条路 去复兴这些东西 我就是希望 每一个人 四蚊鸡 甚至十二蚊 为什么三张 加上一张王子 人家还是推广龙培 没有说王子 我是说王子的秘密 其实龙票和王子 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秘密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讨论 去推广这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自己去帮自己 就解决到问题 不需要花一万多千 几万元 请大师回来 不知道行不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其实老祖宗里面 已经有完整的东西 只要我们将这套东西 完整地恢复出来 甚至是有系统地整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 我去讲版权 说什么原因 并不是 我要保住 这个利益 而是希望去 恢复发扬的人 他能够在这里 继续去谋生 继续去发扬 后来者可以继续去推荐 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做第一个人 点起了这把火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有志之士 去行这条复兴 我们传统文化的路 这个才是我希望行文化 这条路的心意和初衷 OK 所以无论我是星期三的中国文化趣谈 星期六的八行八文八答 甚至是我们现在的直播 这个善知识 也好保诚老师八文八答 也好 其实我们都只是一个目的 就是文化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恢复这件事 有很多的很宝贵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发掘出来 OK 今晚晚了 说到这里 我们迟些见了 拜拜